《大陸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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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也是佛一直说 他讲的法是移至子乐嘛 移至子乐嘛 就是说 子乐他的东西真理是说不出来 到最后那个意境更高的境界 从上往下俯视的那个境界是说不出来的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给予的 最重要第一是 你必须是法器 就是说你那个法器能够洗净 就是说你的正身正义正严 这就像你是医生 医德是第一位的 就是说任何一个医德是什么 当你来到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是你的杀父杀母之仇人 但是躺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拿着手术刀 但这就是病人 与你的仇恨无关 哪怕真的你把它治好了 救度了 等它恢复了 出了那个门灾压 第一个月决斗 是吧 我把你再杀死 但是一进你的诊所 一进你的医院 它就是你的病 这叫医德 医德是很重要的 是吧 作为一个医生 医者人心啊 就是这个人 就是说 对每一个病人是平等的 不因为他富贵 他又 他离你近 是你的仇人 或者是你的亲人 如果你用医德 你自然会得到恩惠 就不是说那些 不是说 我的老师 他们在说可以 说爱神医是可以 怎么样 用某种境界来传的 或者给予的 每个人都可以 当你的品德 足够像天地一样广大的时候 当你真的是一个法器的时候 没有一个老师会舍得舍弃你 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法器 你那个杯子洗得很净 它直接就关进去了 是吧 所以为什么有拜师的传承这种东西 就是说 它是个模式 就是有些东西是直接给的 真的是 因为我的上司有些东西是给予我的 不是我来学的 他直接灌的 因为我们就是个系统 就像你给手机输入信息一样 你是可以给它下软件的 你可以给它呢 一个高智能的 它的能力是足够在你 布置一套系统的 当你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启用 如果你不用 这个软件在里面是不起用的 因为就用的时候 这个软件就起作用 所以有些东西可传 有些东西不可传 可传的部分 在于文字啊 形式啊 模式 不可传的 给直接灌进去 但是必须你 首先是个法器 你如果否则 他交出一个弟子 真的是弟子学会了 把老师灭了 杀了 是吧 气势灭土啊 这个也有个 因为他是医术 但是 一个是医生 还有医术 但是还有一圣啊 一神啊 那就是到达一个圣人的境界 还有就是传承 心心相应 他的就是你的 他懂的你一定懂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相应啊 但是相应这个比较难 就是说 他就是你 知道吧 但是他就是你 很多人说 我坐在那儿 红千梦绕的 他就是我 但是为什么你开心的时候 他就不是你 是吧 你所有的东西 你要对他没有贪诚吃满意 他就是你 你从来不怨恨自己抱怨自己的 你从来不觉得自己自私 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怎么样 你喜欢的就是他喜欢的 所有的都是 知道吧 所有的东西都是 他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相应啊 你不能拿着两个苹果 大的我留下 小的给你 为什么 不是相应吗 相应 他永远是你 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上司相应法 还有就是 你是好的法器 你真的是高徒 上司舍不得你直接灌 知道吧 你的成事能力 然后政生这些 这个人品德太好了 所有的上司都会爱惜弟子 爱惜这种高徒 直接把他的东西 直接临终就全灌进去 别说是临终 就两个方法给予 一个是高徒 一个是相应 相应 相应直接拿 根本就不用他给 你就是他 连影子都不是 你就是立个他的化身 但是这个相应法要靠 要心啊 要恭敬啊 要无私啊 要很多 就是说 他是放在 就像秘中的上司相应 上司是放在第一位的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 没有一私的不是 因为 只要有一点点东西 你跟他不能共享 都不是 你都不是他 知道吗 你能做到 所以你看 秘中的上司 这个 这个是一个说法 你看那个 什么 迷了人把他们那个 船子 他家里都说 都行 家里的烂 他都要 上司都要 连你的老婆 缺要 真的啊 连老婆都得供养出去 那个 那个 弟子 借了老婆了 把老婆供养给上司 借了老婆了 心里难受嘛 上司还打他 但是上司真的是 天下没有女人了吗 就喜欢他的老婆嘛 也不是啊 就是让他舍 舍掉一切 就是因为他走向一番 上司就是他 对吧 他必须走这条 就是他无怨无悔的 这样走完 彻底走完 但这个 尤其在汉地是行不通的 没有人这样子 这样要求一个弟子 所有的人都会骂的 就知道了 还有一种就是 你要不你就做高徒 就是说 你的品德 然后呢 你的 你的 做人的信条 你品德做君子 然后品德第一 然后呢 你还是 没那么余动 你还真的是 是那个材料 这叫猎物 有猎物的材 做医有医生的材料 是吧 你还要精进 庸猛还 修行啊或者是 上司真的是爱不思索 然后把他毕生所学传统 直接给你 给予呀 一道一道 在人道有些都是是 互相学的 是教的 进入神道 已经不是了 神啊圣人 就是说他再往上 已经是给予了 灌 山脚灌底 往下灌了 就两个方法 学是最基本的 学习 他教你你学 他教你你能记多少 学多少算多少 否则这些师徒行事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没有给予这个传承的话 师徒有啥意义的 大老师有的人好为人师 好大老师 就像休息人 谁爱大老师 休息人 你今天不把我为师 你问我 我也会答 不管是中医的 任何东西的 只要我会的 只要你能问出来 我就能答出来 我就把我 知道的 会告诉你 我不会有一生的利息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修道者 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宇宙 来自于众生 就算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因为他是无我的 他的秉持的信条 所以他不会令法 就算他医术再好 他也不会令他那个数 医术 他一定会广为流步 这是一个道在于流步 法在于流通 他越流通 他功德越大 所以他 就算是今天你不去办这个老师 不管你是小学中医学 什么只要是说 我会的 除非我不会 我会的 我都会 就是说一丝也不会隐瞒的告诉你 但是这个形式蛮重要的 就是有时候这种缘会给予 因为缘会带来信任 会对你系统的传承的一个信任 就像你不会怀疑你妈会骗你 是因为你跟你妈有血缘 因为血缘关系 其实你妈骗不骗你 你随时到 但是你就天生的认为 你妈不会骗你 最后不会捅到 为什么你是你妈生的 这种贴生的信任就是形式 知道吧 是一个形式 师谱也是 所以有时候在人世界 实现一个传承 实现一个师徒 像拜个师扣个兜 他也有一点用处的 就是说 你今天拜这个老师为师了 明天有人骂你这个老师 你心里很难受 你知道吗 你觉得那叫骂你 你看 我拜他为师了 你骂他 这不是骂我吗 是吧 他不自觉地 他会维护这个老师 是 他的问题是出现在 他有一个 就是有缘起 他有关系 他只要在这个关系 再一个 有人骂你的朋友 你也有点不舒服 是吧 你虽然 就是说不敢说话 也 心里也不敢 不打理 是吧 一样的 你要最好的朋友 他有一个关系 他这个 并不是说这个关系好事 里边 里边建立起来这个信任 就是说突然建立起来这个劣结的信任 起作用 而且就像佛法里边的上师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把一个成道为上师 他会生生世世的找你 他会生生世世的带着你 就是你是他的倔属 倔属里边的 有这样一个好处 还有一种就是说 平时说道不清传 有些东西不清传 几个意思 一个是有些传不了 一出人道的东西 已经传不了了 因为你是人力 你有人力的局限性 这就像我看着他 能说出他老婆的 这就像你刚才说 看着他 能说出他家人的病来 那你这种咋传 是吧 他已经超出人力的认知 他不在人力的见闻觉知里 你最起码万文未千 你的眼睛看着他嘛 现在姚氏啊 或者是好多整疗 他不在你的见闻觉知里 你怎么整病啊 是吧 这种就已经不是可传的东西了 这是给予 这是你自己通过修炼 这需要修炼的 或者他给予你的能量能力 有些是不可传 所以道不清传 就传不了 一出人道就传不了 但是呢 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就像你 就像这种 就像你说的章 春思苗啊 野雀啊 这些花图啊 这种 老远看上一眼 都知道你病在臭里 在哪里 这种都是要神医嘛 都咋传了 是吧 他都没把它卖 他就知道了 望而知之未知神嘛 你看一眼就知道 你啥病 这是神嘛 这就不是人力 他咋传了 没法传 还有你品德 医德和品德太差的时候 咋传了你 不培养出个害人的嘛 尤其道修行的 培养出个恶魔来 这个事情 只给你能量灌顶 你的品德不够 只给你能量灌顶 让你神通俱足 法力 我别站在那 你不是 你不害人嘛 孙猴子蹦出来 菩提老祖 还说以后不要说 我是你老师 还不敢 因为孙猴子蹦出来 他是没有什么 孙猴子好在是 他发脾气或者 但是他也 他不知善恶 他不分辨善恶 他没有那么多人情 知道 所以猴子 他没有那么多人情 他也 他无 无善 他也无恶 他很崇敬 石头里面蹦出来 所以菩提老祖会教他 他也好学 他没有情欲的障碍 所以他学得很快 他七十二遍一下子就学会了 但是当他面对人力的 种种不平等的时候 他开始起心动念 就是他的情感才开始生 所以他在 辅助唐僧心献取经的路上 他是逐渐地生出他的正邪 对立的善恶正邪 这种认知以后再空掉 他是要从生 然后空生 他才可以雾 他石头里面蹦出来 但是那就是菩提老祖 教他的时候直接就给他 因为他石头他能量 直接交给他 知道他出来 知道他会大脑前功 知道他会出芽香 因为他看见不平等 怎么会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 他搞不清楚了 是吧 他就会 有些弟子直接灌顶 你能量不够 把你能量提升了 为啥就是把你能量提升 你有神头或者什么 你的品德不够 知道吧 你不害人 你喜欢的人 你肯定对他很好 你不喜欢的这个人 恶不得杀了他 尤其如果是他害你的时候 你会以德报约 才不会呢 以牙坏牙 他害你 他害你 是吧 你肯定背后 他弄个什么福啊 之后扎扎扎他 他太坏了嘛 对坏人 你肯定是一样坏的 其实很多东西 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你在一个人里 你生下来 父母生下来 你所有的你的才华 你所有的一切 来自于宇宙的众生 怎么可能是你自己努力 就达成的呢 所以最后所有的一切 都要回报给这个世界 回报 还回去 然后你才功德威威啊 才有那个德字 厚德哉悟 才会达到大德 高升大德 就大德嘛 这才是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你 因为你来的时候 啥也没带 你吃着俩脚 吃着俩手过来的 吃溜溜的过来的 走的时候 光溜溜的又会走 你来这个世界 走一遭 你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 来自于这个世界宇宙 包括你懂得的认知 你的技术 你的手艺 你的才学 所有的一切都是 没有人教你 你永远学不会 我告诉你 你见闻觉知 你再聪明 你也是慢慢学会的 还是来自于前人的经验吧 我们看医术 不得看前人给你总结出那些东西 佛学你不能看佛陀的经典 所有的东西 你用天生会啊 来自于社会 你不回馈这个世界 你怎么能称得起德呢 医德呢 或者大德呢 如果我们的德不够厚 我们能称为什么呢 不管是医术 素素 或者修行 心性上的成长 都是截然而止 你一定会卡在那个认知的局限性 很小 小数 都会学点小数 就以小为主 学一点点你就骄傲的不得了了 那些圣人怎么会传授于你绝学呢 教你一点小小东西 你都高兴得不得了 你以为可以了 可以这样 我开始了 要自己的交流 我回去休息解下 你不回答 不回答 我回答 我回答 你多 Ages 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